我们看开发金 那下方其实我把它列出来了 那合理价格的推估法 就是去年的高点 我们就乘上两倍的获利进度 因为是半年嘛 我们就把它乘以2 那你看开发金 它今年上半年是赚0.98 那去年全年是多少 1.13嘛 相除 所以两个相除是不是86.72 那因为这个只是H1 就是上半年 所以你应该乘上2 就是到年底可能会有的这个价格 那去年的高点是3.35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乘以2 是173.44 所以开发金照理说 应该要到23.15 来看一下开发金 可以兼收16.5块钱 那你看它就是离这个23.15 有一点这个空间 代表它这一块是比较大一点的 往上的机会 了解了解 所以用这样的公司去算出 到底现在的价格 还有没有操作的空间 对 那其实亚尼跟下一页的统一 我觉得相对都有一些机会 统一 你看统一 它这个EPS的这个进度是62.22 是 对 那把它乘上2的话 大概是124左右 对不对 那你看统一它去年的高点 我们来看一下统一 今天说83.1 去年2023年的高点在这边78.8块钱 对78.8 那我们去城上 我们刚才说大概是124左右 好 所以1.24 1.24 是不是大概要到98块附近 97块钱 对对对 那你看现在的价格是不是78 那当然今年曾经有来到92.8 92.8就有点靠近97了 但现在有点往下修 那这个空间其实就拉出来了 了解 这个市场股票也是相对有一些机会 了解了 好 这公式就知道了 所以这些都是捞出来 在接下来 不管是金融全产有机会的 只不过到底合理价 还空间大不大 大家公式套机去算一算 是的 谢谢林中 请先回座了 非常清楚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正如林中所说的 金融全产比电子有机会 中小型比大型的有机会 怎么样进场空间有多大 一并交给你 听我自己琢磨一下 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来谈谈中国 最近中国三大力空令人担心 一个是办公室的一个空置率 第二个来自于经济数据 第三个听说风抢国债 为什么呢 避险啊 中国的经济真的会内爆吗 休息一下 江老师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